这个就是白色姜花的种球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花朵 白色姜花的花朵纯白无瑕 它是著名的切花 可以直接切下来插在花瓶里 为什么能插在花瓶里去养它呢 就是因为它摆在家里的时候 香味非常的浓郁 特别的好闻 而且养护难度不大 很适合新手栽培 是一种优美的园艺观赏花卉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白色姜花的种球 这个种球看上去 其实就跟我们平常看到的生姜一模一样 但是它跟我们平常吃的生姜却完全的不同 不论是它们长的叶片 差异非常大 姜花的叶片是比较窄的 比较细的 而生姜的叶片它是撇针形的 不一样 花瓣也不同 气味的差异是最明显的 那普通生姜开出的花是刺激性很强的 不具有这种观赏的价值 一般都是调料 但是白色姜花不一样 它的花朵非常的方向 养过的人就知道 那买回的姜花种球 我们应该怎么栽种 有什么技巧 下面我来教大家 姜花它的种球是可以直接递栽的 盆栽的时候也是有技巧的 第一个就是花盆不宜选择太大 姜花它是比较喜欢潮湿环境 但是也不能积水太多 所以花盆大小比较适合就可以了 第二个就是 两个姜花种球 如果是一起栽种 一定要间隔开 距离要拉大一点 因为姜花的叶片是比较大的 如果太挤 会影响后续的生长和开花 第三个就是我们栽种的时候 深度不要过浅 一般的话我们栽种在花盆中间的位置就可以了 并且不要树向栽种 我们让它平躺栽种 像这样就可以了 时间关系我就不掩饰了 下面我把它种起来 那栽种完成之后 我们直接给它浇透水之后 养到通风的散射光的位置当中去 我们要注意 姜花它是一种喜欢柔和的散射光的植物 惧怕烈日暴晒 尤其是刚发芽的小苗 所以它不宜养在南向阳台 尤其是夏天 比较适合养在北向阳台 或者有一层薄薄的窗帘的南向阳台 就是会有些遮挡 这样它比较适合 第二个就是它喜欢温暖潮湿的环境 所以说原则上空气湿度对它来说越大越好 平常浇水不要让盆土过度的干燥了 一般我们要保持见干见湿的浇水习惯 也就是看到盆土稍微有点干了 就立马的给它补充水分 让它整个花盆内部长期都是有一些微弱的水分的 而不会彻底干透 如果干透非常的伤苗的 所以要注意这一点 见干见湿的浇水就可以了